欢迎来到百家乐研究中心 本集视频给大家展示当胜率只有40%怎么获利 看视频左边第一手打100赢了 第二手以后的筑马都要根据计算下注 假如前四手都赢了 后面六手都要计算后下注 也就是十手赢四手错六手依然还有盈利 当然按比例放大1000手对400手错六手 也有盈利 当然前提条件又足够本金抵抗住下风期 本视频右边这张表是先输六手再赢四手 先看左边这张表是不是胜率只有40%的情况下 我们依然在百家乐游戏中赢利空间呢 好的我们再看右边第二张表 第二张表第一手至第六输第七手至第十手赢 也同样指胜率只有40%的胜率也有盈利 同样的马丁复追三手还是1375只要中一手 我们不难发现马丁复追三手胜率率33% 1375最后一手打中了25%的胜率也可以盈利 如果打1000手牌没有对400的话 也就是没有达到40%的胜率 那就没法盈利当然我们也可以提前调整成 胜率在30%或35%或38%的情况下就会有盈利 这种在胜率不足50%的情况下我们将赢的胜率 下调10个百分比也就是只要让胜率长期保持在 40%左右的胜率就可以实现盈利 本视频的右张第二张表其实在连复情况下 其实用不着按计算注码下注可以平注下注 可以规定输了多少个码在启动计算注码下注 可以规定输了4个码或5个码启动计算下注 这种计算后下注我做了胜率参数提前设定 只要胜率达到40%上下左右一定会有盈利 如果你长期打了10万手牌只要对4万手 我可以百分百告诉你必然有盈利 下注注码计算公式视频后面我会公布 如果打了10万手牌总体胜率没有达到40% 老哥你真的与概率50%游戏真的是无缘了 只要胜率达到40%你打的每一手牌平均 单手盈利为一元 当然单手期望盈利可以改成两元三元四元不等 只要胜率再达到40%以上就必然盈利 欢迎各位老哥的观看加油红蓝战士们